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大型长篇官场小说《观神》 作者何常在 演播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511集 全部在此一举 想想知道 他在七省多留一天 就会让一些人如坐振战 多爱一些人的演艺田 所以 他越早离开七省 越趁一些人的心 还有一点是 可能岭南已经挖好了大坑再等他 他离开七省 不再挡路 此为第一好 再去跳坑 最好摔个头破血流 此为第二好 就想想估计 现在说不定个别人是正迫不及待地等他去领南 他动身之时 就是别人的欢庆之计 只可惜 他不能总让别人如愿呢 因为他毕竟不是官场上的活雷锋 再说了 就算他当了活雷锋 别人挖坑把他埋下之后 还会在他的坟头上踩上几脚 骂他笨蛋 假傻瓜 下想是好人不假 但不是烂好人 也不是没有原则任人宰割的好人 一直以为秦坑和承再顺的阴谋 会是在人大期间没事找事 计量无非是鼓动代表 对孙习明的政府工作报告投不信任票 再进一步讲 甚至会联合对孙习明提出不信任议案 然后提名秦坑为省长候选人 因为邱仁丽也好 孙习明也好 对人大的控制力度实在太弱 各地市的一二八寿还好 不敢违背省委的意图 但来自基层的人大代表就不好控制了 固然也可以采取分片控制 由各地市一二八寿 负责各地市人大代表 但也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事态的变化 齐省庞大的本土势力之间的联系 不但十分密切 而且渠道保密 不为外人所知 再加上 承载顺对人大的控制力度 不是一般的大 尽管事先听到一些风声 邱仁丽和孙习明也采取了许多防范措施 但还是没有做到面面俱到 也不可能面面俱到 都在紧盯秦坎和承载顺 如何针对孙习明的出手时 不承想 确实是针对孙习明出手的 却捎带的下响 确实是一招借刀杀人的妙棋 很容易给外界造成误判 以为是下响暗中声势 鼓动人大代表 要让孙习明无法下台 想想也是 秦坎就算成功的 鼓动人大代表 提交了对孙习明的不信任意啊 就算人大代表 提名他为省长候选人 也不符合法定程序 因为历来省长一职 先要由中央任命为省委副书记 然后再任命为副省长和代省长 才能正式成为唯一的省长候选人 再退一万步讲 就算秦坎提名自己 也成功通过了人大的选举 中央震怒之下 不任命秦坎为省委副书记 秦坎的省长之位 还是坐不牢靠 当然 国内并没有出现过 类似的重大事件 在省部级干部任命之上 也不允许出现重大的意外 但在现实生活中 曾经出现过 市委指定的县长候选人 落选的先例 而一名副县长 因为威望高 能力强 被县人大一举推上县长宝座 结果让市委非常被动 即使如此 市委也一直没有任命当选县长 为县委副书记 县长就一直名不正 言不顺地 工作了半年之久 最后 还是被市委调到市里 担任了局长 从此 黯然收场 所以说 有人借刀杀人 借孙习民之刀 杀下乡 计策不可谓不高明 因为不明真相的人总是占大多数 不明真相的党员干部 都会以为下乡不按常理出牌 非要踩着孙习民的肩膀上位 不但让下乡名声大损 也会让他得罪反对一系 更让中央会对下乡有成见 消息已经传出 省委上下一片哗然 最震惊的人不是邱仁李 反倒是孙习民 让人想不到的是 孙习民第一时间 敲开了下乡办公室的门 夏书记啊 不好意思啊 有人想要针对我 出心积虑 没想到 连你也受连累了 孙习民一上来 就表达了内心的愤懑 和外人想象中 孙习民对下乡大有偏见 甚至痛恨 完全不同的是 他一脸惋惜 加痛恨的表情 对背后煽风点火的人 恨得咬牙切齿 下乡知道 孙习民是来安慰他 在关键时刻 是想和他同仇敌开 他就笑着安慰孙习民 孙习民 不要生气了 小人伎俩 也就是最后几招了 我想了想 除了瞒天过海之外 就是借刀杀人了 只不过有些人 肯定要失望了 因为他们想不到 孙省长这把刀 是温柔一刀啊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孙习民本来几乎出离了愤怒 他甚至有点担心下想 震怒之下 会做出失控的事情 就特来安慰下想 不想下想 不但没有一点生气的迹象 反倒胜若闲庭信步 确实是心理素质极好啊 夏书记说的对啊 其实对方就是 想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啊 想让我们反目成仇 互相敌对 然后 趁我们自己阵脚大乱 他好从中于力啊 只要我们互相信任 稳住不乱 对方就不会游击可乘了 孙习民也被夏乡的 轻松自若感染了 意态放松了许多 和夏乡说笑几句 才走 孙习民一走 夏乡又接连打出几个电话 其中一个打给了何江海 打完电话之后 夏乡打开抽屉 拿出两分厚厚的材料 会心地笑呢 笑完之后 又叫过吴天笑 让他和温子玄 没人负责一片 亲自出面 和部分人大代表座谈 当然 是暗中座谈 随后 夏乡又起身来到 邱人里的办公室 半个小时后 下想不出邱人里的办公室 信不来到楼下 一个人漫无目的地 在省委大院之中漫步 似乎是在思索事情 又似乎是在 心上省委大院之中 并不吸人的景色 冬日的阳光很好 对卢氏来说 是难得的一个 晴空万里的暖暖冬日 国内污染严重的省份 齐省和玉省是重灾区 和烟是一样 鲁氏的冬天 能见到湛蓝的天空的时候 并不多 夏乡的心情 并没有受到 突然传出的 坏消息的影响 反而好得出奇 他在院中漫步 只是想舒展一下 一直紧绷的神经 夏乡知道 最后的决定 马上就要上演了 也好 总是久拖不绝 也是不好 所幸 针刀针剑打上一场 是死是活 各凭本事 别磨磨蹭蹭 婆婆妈妈的 没完没了 夏乡夏大书记 在院中漫步的反常 引起了无数人的猜测 有人说 夏书记在酝酿反击 还有人说 夏书记正在预演 准备为登上 省长宝座 制造气氛 也有人说 夏书记是在 故弄玄虚 要的就是 在所有人面前 高深莫测地表演一番 好让大家知道 夏书记现在 距离省长宝座 只有一步之遥了 所有人 都必须对他刮目相看 当然 也有人猜测其中内情 知道事情反常的背后 未必就是夏书记的手笔 就在想 夏书记怎样澄清自己 怎样才能从容过关呢 就连秦坎 也是站在办公室的窗户前面 俯视下面的下想 因为楼层较高的缘故 站在秦坎的位置向下看 夏书比平常小了许多 身影在阳光照耀下 就如一株并不高大的树木 毫不起眼 也不夺目 秦坎脸色平静如水 双眼深沉 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 足足凝视地夏乡半晌 似乎 要将夏乡一举一动 和每一个细微的表情变化 都尽收眼底一样 一直等下想 迈着轻松的步伐 回到办公楼内 直到夏乡身影消失的一刻 秦坎才收回目光 回到办公桌前 目光落在桌子上厚厚的一叠材料之上 终于露出一丝欣慰的笑容 多少年的期待 多少年的隐忍 多少年的赌注 多么精心酝酿的计划 全部在此一举了 下想 就算他有天大的本领 就算他有天大的靠山 就算他有天大的聪明 也没有办法过关了 他以为他有多聪明 又有多大的能力 都白给 在事实面前 在他天衣无缝的计划里面 夏乡的所有反抗 都是徒劳 夏乡所有聪明 都将失效 听说吴彩阳 还想让夏乡提前离开齐省 以便远离齐省 最后一场较量的硝烟 哈哈 晚了 现在再走也晚了 战争已经开始了 从风声传出的一刻起 夏乡就已经被拖下了水 还想再从容脱身吗 做梦 秦堪紧咬牙关 想起夏乡打着公正的大义 打着为国为民的旗号 几次将他的计划打败 几次挽救孙熙明和周鸿基 几次让他功亏一篑 他能放过夏乡吗 亮晓飞君子 他在其省 受到各方力量欺压多年 夏乡一个后生晚辈 还想再骑在他的头上 作威作福吗 等着 有仇不报非君子 秦堪沉静如水的脸色 在拿起桌子上 厚厚一点材料时 终于冷笑了 是该针刀针剑 上针的时候了 装了多年的孙子了 再不扬眉吐气一次 他就真的没有机会了 秦堪拿起电话 拨给了程再顺 程主任啊 什么时候开饭呢 话筒中传来程再顺 轻松自信的声音 一切准备就绪啊 随时可以上桌 好 晚上见面 再巧定一下细节 险上哪个良才 后商哪个惹才 都要有个降旧啊 对啊 是要排好次序 才能色香味俱全呢 一周后 两会正式隆重登场 和所有人预料中的一样 政协会议顺利开幕 整个过程顺利的 像是一出 排练半年之久的春晚 政协议开幕 人大随即召开 在庄严的国歌声中 以秋人里为首的七省三位班子 缓步迈入会场 期待已久的 七省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 终于拉开了大幕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作者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512集 难道放手了 1月8日 天气晴朗 冬日暖阳 虽然春天还很遥远 但齐省人民大会堂内 暖意融融 春意盎然 鲜花盛开 来自齐省各地 共九百多名人大代表 汇聚一堂 共上盛世 上午九十整 省委书记 省人大主任秋仁李宣布 大会开幕 秋仁李主持的会议 随后 省委副书记 省长孙习民 代表省政府做工作报告 回顾了2011年的工作 分析今年 以及今后一段时期 面临的形势 提出今年的主要目标任务 孙习民精神不错 状态良好 在灯光的照耀下 神采意义 甚至看上去 比秋仁李还主角 还神采飞扬 在长篇大乱的介绍完 齐省2011年的 经济发展之后 孙习民又着重指出 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 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 牢牢把握 加快改革创新 牢牢把握保障和改革民生 始终坚持科学发展 坚持改革开放 坚持创新创造 坚持城乡统筹 坚持民生优先 坚持依法行政 握紧拳头 保发展重点 集中力量 办民生大事 今年 主要抓好十个方面的工作 会场之上 秩序良好 与会人员 低头翻看政府工作报告 认真批语 偶尔有几声咳嗽传来 在孙习民做报告期间 没有人走动 更没有人离场 除了工作人员 来回走动天水之外 会场氛围大好 至少 从与会代表表现来看 孙省长的政府报告 很切中其省现状 初步赢得了 代表们的认同 第一步 一切还算顺利 第一次会议结束之后 孙习民一下会 就立刻和邱仁里 下向周鸿基会面 商量下一步的进展 因为之前传出的 几十名代表 联名提交 不信任动议仪式 一直就是一座 压在几人心头的大山 时刻不敢掉以轻心 孙习民先是看了邱仁里一眼 见邱仁里威仪点头 他才首先发言说道 根据我和邱书记的摩迪 确实有几十名代表正在窜联 多是来自贫困地区的基层代表 他们不很了解省委情况 很容易受人鼓动 话虽如此 但谁也清楚 不管是贫困地区的人大代表 还是富裕地区的人大代表 都是地地道道的齐省人 就是说在本土势力庞大的齐省 召开人大会议 等同于齐省本土势力大盘点 换言之 对于各级人大代表的组成 邱仁里 孙习民 再加上夏蒋和周鸿基 也不及秦坎和承在顺二人 甚至可以说 富及承在顺一人 不提天然的 齐省人之间的团结和信任 就是承在顺 多年在齐省围观 一直在齐省打转 他对齐省的了解和人脉 远非邱仁里几个外来者可相比 人大会议 对省委书记 没多大治愈 对省长孙习民 可谓是一次大考 是最容易出现披露的环节 出披露还好 要是政府工作报告 在分组审议之后通不过 对孙习民的省长威望 是极大的打击 不过此时 孙习民担心的 不是政府报告的审议 也不是对他的不信任议案 是否最终提交 而是有关提名下降 为省长候选人的风声 是否最终成行 一旦成行 对他的威望 自然是一次当头一击 但对下降的政治前途 更是一次强有力的抹黑 肯定会让下降 在政治生涯中 留下政治污点 哪个中央领导也不喜欢 相自立为王的下级 就算总书记 官员曲和代附胜等 中央领导相信下降 没有在背后出手 就算别的中央领导 也相信下降 政治智慧没有那么低 但相信不相信是一码事 真要出事了 罪责还会落到下降的头上 就和当年孙习民在燕省 因为特大安全事故被免职一样 说实话 山路他方 也不是省长所能控制的自然灾害 但身为省长 就得承担相应的责任 况且 如果事情真闹大了 不但下降罪责难逃 丘仁礼和孙习民 也都难辞其咎 丘仁礼紧眉头 无风不起浪 还是不能放松 因为有些事情不能出 一出 就没法向中央交代 政治任务 只有两个结果 百分之百成功 百分之百的失败 没有中间地带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周鸿基也说 我也和几个代表接触过 他们时刻否认 有提名下书记为省长候选人的动议 说是空虚来风 他们作为有党性 有觉悟的人大代表 会和中央 省委的意图保持完全一致 不会乱来的 都发言完毕了 只剩下乡一人了 下乡却久久没有说话 气氛就陷入沉默之中 有点怪异 有点沉寂 大概过了两分钟之久 下乡才又抬起头来 语气无比坚定地说道 谁敢提议 就拿谁开刀 丘仁里和孙习民面面相去 开刀 怎么开刀 开什么刀呢 第二天 分组讨论孙习民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 丘仁里 孙习民 夏祥 周鸿基 以及其他主要省委领导 参加了各地市的分组讨论 夏祥参加了 五月市的分组讨论 五月市委书记 市长 在听取夏祥重要讲话之后 表示 一定深入领会夏书记的讲话精神 贯彻落实 省委的指导精神 一切从大局出发 为人大会议的胜利召开 而做好本职工作 会后 夏祥和楼新东 进行了秘密会谈 楼新东向夏祥汇报的事态进展 以党性保证 五月不会出现任何不和谐的声音 夏祥大为放心 如果连五月也偏离了航线 他这个省委副书记 就当得太失败了 随后 楼新东又向夏祥承诺 他负责做通至少一个地势的代表团的工作 保证不会出现任何反常的情况 对前段时间无风起浪的传闻 楼新东不敢主动提及 怕触及到夏祥的软肋 夏祥却毫不避讳 主动对楼新东提及 新东 前段时间有传闻说 代表联名提名为省长候选人 你也应该听说了 完全就是胡闹 就是闹剧啊 事情的背后 到底是谁在违背中央的意图 在故意和省委作对 先不说 我就明白无误地说一句 任何阴谋企图都不会得逞 新东 你一定要坚定立场 因为考验你的时刻来了 楼新东受惠下想的地方很多 对下想的感激之心无以言表 下想明确无误地当面将事情点名 是对他百分之百信任的表现 请项书记放心 我知道该怎么做 楼新东再次表明了立场 分组讨论政府工作报告 也基本上还算顺利 除了有几个地势 对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异议之外 其他地势高举拥护的大起 至少从表面上看 孙习民的政府工作报告 通过讨论问题不大 换句话说 人大没有拿政府工作报告 做文章刁难孙习民 政协方面的审议也很顺利 除了几个政协委员 提到政府两大政绩工程的处理结果 得到了还算满意的答复之后 基本上就算是过关了 孙习民却并没有因此 长松一口气 因为两会还要召开几天 几天时间 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突然发生 好在秦坎和成在顺 表现得还算正常 按照正常的程序 参加分组讨论 成在顺还好 毕竟是人大代表团成员 不宜走动得过于频繁 秦坎身为常务副省长 和各地人大代表走动密切 不但在规定时间内 参加分组讨论 私下里 也和不少代表进行交流 毫不避讳他敏感的身份 和前一段时间 有关有人准备提名下校 为省长候选人的传闻 就让周鸿基暗暗猜测 难不成秦坎 真要破釜陈州了 平心而论 对于秦坎攻击孙习民 同时稍待下想的做法 周鸿基非常不满 并且痛恨秦坎的无耻 他现在多少有点佩服 下想的心理素质了 他可是清楚 孙习民最近几天 几乎天天失眠 而下想没事人一样 甚至还轻松自若 没有半点危机感 如果提名的事情 真的成真 下想可就要背一个 大大的黑锅了 肯定会被人拿来说事 以后再迈进 政府的关键关头 说不定 会成为最大的拦路虎 不管怎样 周鸿基现在轻松了 因为 不管是对孙习民的 不信任一案 还是提名下想 为省长候选人 都已经和他 没有切身厉害关系了 他走出杨樱花的阴影之后 就基本上 事事顺利 秦坎的矛头 再也没有指向过他 人都是如此 只要不是事关自身死活 置身事外 和置身其中 感受完全不同 周鸿基痛恨 秦坎和成在顺 同情孙习民 担心下想 这是基于 自身一切无忧的前提之下 如果他自身难保 肯定不会有险心 在乎孙习民 和下想的下场 第二天 第三天 继续分组讨论 政府工作报告 一切平稳并且顺利 没有出现任何异常 第四天 两会已经过半 无惊无险 波澜不惊 似乎是 不会再有什么波动了 甚至就连孙习民 也稍微放了心 认为先前的传闻 不过是一次试探 相信秦坎和成在顺 不会冒着政治风险 非要在人大会议上 制造事端 人大会议第五天 两会进入尾声 再有两天 就正式落幕了 一切还在掌控之中 邱仁礼也在暗想 照此下去 两会危机 算是平稳度过了 下想甚至 也产生了一丝错觉 心想 难道秦坎 真的放手了吗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作者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513集 杀招 上午 审议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和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审议过程很顺利 很迅捷 下午 酝酿讨论 省11届人大常委会 委员正式人选名单 和有关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 补充人选名单 按照程序 选举出 新一届人大常委会 委员会之后 才会酝酿 讨论 新一届省政府 领导班子人选名单 酝酿和讨论 新一届人大常委会 正式人选名单时 出现了意外 基本按照 党领导一切的原则 人大常委会 作为非常重要的 政治组成部分 人选名单 必须在中央 和省委的控制之下 不能出现偏差 省人大常委会的组成 主要是 省委退下的老领导 老同志 老领导老同志 虽然年纪偏大 但多年的工作经验 不能一退到底 还要继续发挥雨热 所以 先到人大过渡一下 再退 继续用多年的宝贵经验 为政府的行政管理 多提宝贵意见 及时修正 政府在前进过程之中 所走的弯路 人大的工作并非不重要 相反 还十分重要 如果人大的人选安排不好 老同志的工作积极性过高 也会为政府工作 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前一段时间 人大对孙习民的质询 就是前车之鉴 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候选人 只能是邱仁礼 酝酿人选名单阶段 本该由现任人大常委会 提议新一届 人大常委会名单 而新一届人大常委会的构成 已经定好 人大主任邱仁礼 常务副主任 程再顺都不变 几名副主任 也大致不变 只有一个副主任的位置 有调整 基本上 延续了上一届的格局 本来在内部讨论时 已经拟定好了名单 上会之后 由程再顺负责公布 会场之上 座无虚席 九百多名人大代表 无一请假 今天是难得到齐了 程再顺在主席台前就坐 公布了人选名单之后 照例说了几句套话 随后就进入讨论阶段 讨论之后 就进了表决阶段 按说一个人选名单 基本上不会有任何意义 应该是一次性通过 不料 竟然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 对方虽然只是一名 普通的人大代表 既非地方官员 又不是国企老总 属于极为平常的一类 年纪约五十岁 秃头 被威妥 戴黑框眼镜 眼镜上还缠了胶布 应该是来自基层 而且还是十分朴实的人大代表 其象征意义 就十分耐人寻味了 如果放在平常 他连发言的机会也没有 但今天不知何故 程再顺的公布名单之后 特意安排了半个小时发言时间 也不知何故 就一下点名了他 各位领导 我是来自伊蒙山区的人大代表 我叫吴迪 作为一名人大代表 我很荣幸 能代表人民 行使神圣的权利 吴迪说完 向会场危惧一躬 表现出谦逊的态度 我个人不成熟的意见是 人大主任由省委书记兼任 是民主的倒退 省委书记兼人大主任 是民主的进步也好 倒退也罢 已经是继承事实 多说武艺 毕竟在国内政治体制之下 想要更改一项决定很难 更不是一个人大代表 应该提出的问题 更何况又是当场提出 说他不懂规矩还是轻的 毫不夸张地说 吴迪一句话 就犯下了严重的政治错误 如果他是县长 或是县委书记 刚才的一句话 就葬送了前途 并且永无出头之日 如果是国企老总 也基本上等于是丢掉了职务 吴迪还真是名如其人呢 在政治上 他的胆子真是无敌了 话音刚落 会场一片嗡嗡议论之声 两会进行几天了 一直四平八稳地进行 按部就班地召开 都以为不会有什么意外发生 不想今天 突然就有火宝出现 开口就是一句 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 实在是让人意想不到的震惊 吴迪雨不惊人死不休 不顾众人的议论纷纷 也不顾身边有人暗中 拉他一脚 依然大声说道 人大常委会 作为对政府的监督机构 其实 由省长 坚然人大主任 再合适不过了 我认为 应该提名孙锡民同志 为人大常委会主任候选人 嗡的一声 会场乱了 如果说 吴迪第一句话是胡闹 第二句话 就是胡说八道了 由省长兼任省人大主任 等于是 省长一人 身兼两大要职 将这省委书记的权威 于何地呢 再者 国内还从来没有过 省长兼任人大主任的先例 以根本就是不懂规矩的信口开河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官神》 不管是宪法还是党章 恐怕都找不到 对吴迪言论的解释 平静了几天的会场 第一次出现躁动的迹象 有人挤笑 有人高声谈论 有人轰笑 甚至有人 大声要求轰走吴迪 不能让他再继续捣乱下去 邱人里的目光闪动 早就暗中使了一个眼色 已经有工作人员快步如飞 向吴迪跑去 准备将吴迪带离会场 吴迪的言论 却是犯了大忌 作为一名层层把关 挑选上来的省人大代表 竟然在会场之上口出狂言 没有党性和原则性 也就算了 连一点最基本的政治素养都没有 他怎么当上的人大代表呢 而程再顺 特意安排了半个小时的发言环节 可见早有准备 就是为了抛出无敌 这个无知者无敌的炸弹 来故意搅乱会场秩序 所图的仅仅就是一次 让人笑话的插曲吗 不 肯定还有后招 邱人里才知道 原先认为对方已经收手的想法 实在太可笑了 作为齐省本土势力的一次大阅兵 作为齐省本土势力的领军人物的 程再顺 会放过如此大好良机吗 肯定不会 但无敌的闹剧 又没有什么杀伤力 除了嬉闹之外 还能造成什么恶劣的影响吗 邱人里有点不解 看向了孙锡敏 孙锡敏脸色铁青 十分难看 几天来 一直顺顺当当的议程 突然就半路上杀出了个愣头青 着实让人恼火呀 什么叫省长兼任人大主任 人大主任排名 在省长前面好不好 简直就是胡闹啊 是无理取闹 真是混账东西 孙锡敏在心中暗骂无敌 更痛骂程再顺 分明是程再顺 导演的一出闹剧 就是让他当众丢人 小人行径 消消计量 好歹也是 几十年官场臣服的老干部 老同志了 怎么素质就这么低呢 不过 闹 就由他闹去吧 除了看一场笑话之外 还能有什么呢 钱驴既穷罢了 孙锡敏冲丘人李威一点头 又冷冷地 看向了程再顺 程再顺谁也不看 更不理会孙锡敏的脸色 反而为刚才无敌的所作所为开拓 啊 其实啊 无敌统治的出发点是好的嘛 只不过 方法激烈了一些 下面啊 继续开会 欢迎同志们 继续多提宝贵意见 不过有一点 需要声明一下呀 一定要有理有据 不要信口开河的乱说呀 丘人李还未开口之前 就被程再顺 抢先定了基调 心中十分不喜 正要开口否决 接下来的发言环节 还没开口 程再顺 似乎早有准备 又说了一句话 就堵了他的嘴 人大会议啊 就是一个人民代表 充分发挥民主 和监督权力的会议啊 每一个人大代表 都有宪法赋予的 选举人大常委会委员 和主任的权利啊 不管是谁 都不能剥夺呀 和预生人大创新的通过 人大常委会 可以罢面 同级政府复制相比啊 岐省人大 在民主和监督方面 已经落后了一步啊 所以我希望 今天的自由发言 能够成为国内 人大会议的一次创举啊 好嘛 一下拔高了高度 倒让丘人李 真不好开口了 以预生创新之举 来比拟 岐省人大会议期间的 发言安排 虽不妥当 但也说得过去 至少说辞冠冕堂皇 如果丘人李发言制止 反倒成了他 阻挠岐省民主建设了 高啊 确实高啊 陈再顺 到底是玩弄政治的高手啊 陈再顺话音刚落 人大副主任陈海峰 立刻附和说道 陈主任说的在理啊 岐省人大民主建设 一直落后于兄弟省份 我提议 今年的人大会议 增加一个议题 就是 允许人大代表 自由提名人大主任 省长人选 开创国内人大民主建设的先河 也可以更好地体现 其省不仅是经济大省 也是政治大省啊 由人大代表自由提名 900名人大代表 哪怕100人联合提名一人 也有89人之多 岂非乱套 什么民主建设 什么政治大省 不过全是托词罢了 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 混淆视听 故意捣乱 最后两天是选举阶段 原以为 秦坎和成再顺 见好就收 不会再闹事了 看来 还是高估了 贼心不死之人 作乱的勇气和毅力啊 秦坎和成再顺 真要孤注一掷了吗 下降的目光 落在颇有几分 自得神色的 成再顺的脸上 才发现 成再顺在得意之时 还真有几分 小人得志的嘴脸 成再顺挑头 陈亥峰附和 二人一唱一和完毕 又有两名人大副主人应和 随后 下面会场 赞同的声音 也响成一片 平地风云起 从成再顺一挑头 就能一呼百应来看 其省本土势力之间的 团结和默契 果然不是传闻 而是 活生生的事实 丘人里被当众逼宫 无路可退 只好点头 好 下面就是 自由发言事件 不过时间有限了 没人发言 不宜超过一分钟 一分钟 半分钟就足够了 立刻就有一人站了起来 撒门洪亮 用旗声吐话大声说道 孙习民同志 在担任省长期间 有严重的工作失误啊 他再担任省长已经不合适了 我提名下相同志 为省长候选人 传闻 果然成真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作者 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五百一十四集 背后 一言即出 会场顿时哑雅雀无声 竟可听到落真之声 齐省人民大会堂 布置的花团紧簇 庄严神圣 大红的帷幕 摆设的全新的花谱 在会堂一楼大厅中央 花团顶部摆出的 海浪和珍珠造型 意义着 齐省海湾经济区的 扬帆启航 再加上 可以营造的 肃穆庄严的气氛 会堂之上 祥和而庄重 但现在 会堂的气氛 沉默而凝重 敢在会堂之上 当面质疑 省长权威者 并非没有潜力 但敢如此气势 当面指责孙习民 不能胜任省长一职 并且提名下想为省长候选人 可谓胆大包天 不是一个人大代表 应有的政治觉悟 更不是一个人大代表 该说出口的话 丘仁里脸色大变 孙习民脸色大变 周鸿基脸色大变 下想脸色不变 然后有兴趣的 看着提议的人大代表 其貌不扬 像是乡镇企业家 但不管是谁 他是一杆枪 一杆一箭双雕的枪 一发发出两颗子弹 一颗击中孙习民 另一颗击中他 和当初的传闻一样 借刀杀人 既抹黑的孙习民 又拖他下水 一举两得 一石二鸟 成载顺脸色不变 秦坎脸色不变 不过都微微流露出 一丝震惊 样子还是要做一做的 毕竟算是国内 政治生活之中的大事件 如果被新闻媒体报道出去 绝对可以全国轰动 当然 新闻媒体上 不会有只言片语的报道 齐省大汉英的人大代表发言之后 还不忘礼貌地点点头 只是我个人不成熟的看法 谢谢 成熟不成熟 并不重要 是不是对省长不满 也并不重要 哪怕你在背后 骂孙熙明的娘 也无关紧要 只要别在大庭广众之下 说出心里话就行 所以 不少人脑中迅速闪过一个念头 政治事件 严重的政治事件 不得了 两会结束之后 肯定会有一场 涉及范围很大的 秋后算账的政治风波 和别人想的长远不一样的是 孙习民脑中只有一个念头 今天的事情怎么过关呢 成在顺还有什么后手呢 诚然 人大代表有行使直接质疑政府执政能力的权利 也有直接提名省长候选人的权利 但作为成熟的人大代表 事情都会做在背后 而不是当众提出 做到背后还有路可退 当众提出 等于是破釜沉舟 连后路都不要了 一个平常和省长 八杆子都打不着的人大代表 凭什么指责省长工作不力呢 又有什么资格 提名省长候选人人选呢 是的 他是没资格 也没胆量 但有人有资格 也有胆量 并且还有手段 要的就是借刀杀人 借人大代表的刀 杀孙习民和下响 邱仁里必须表态了 他十分严肃的说道 人大代表有监督政府的权利 但也请个别代表注意 不是什么话都能随便说出口的 我再郑中提醒同志们一下 孙习民同志 作为中央指定的唯一省长候选人 是不可更改的事实 中央的意图 不容质疑 也不会改变 程再顺 也急忙打圆场 根据选举法规定啊 一名人大代表的提名啊 不会提交到大会讨论 不列于议程啊 明示解释 其实倒更像是暗示 要达到法定规定的人数 联合提名 才算有效 为后 孙习民在和下响会面 商议对策 下响反而安慰孙习民 孙习民心中十分不解 虽说 他首当其冲地 成为攻击的对象 但下响也被拖下了水 甚至有可能 下响最后受到的冲击最大 怎么不管是当初 开始留言的时候 还是现在 真的出手的时候 下响一直淡定 难道他已经 有了万全之策了 问题是 下响还有什么办法 能够过关呢 孙习民疑惑重重 回到办公室 又和周鸿基商议半天 得出的结论是 只能从分组讨论入手 尽可能地 做通各个代表的工作 尽管说来 孙习民也好 周鸿基也好 和各个代表之间 实在是陌生得很 别说不如成在顺 和大部分代表不但认识 甚至一起共事过 就连秦坎 也因为担任副省长 时间很长 经常下到基层 而和一些代表 也有深厚的交情 邱人里和下响商议的 结果是 事情还不大 暂时不能上报中央 一点小时就上报 显得齐省 很没担待 能压下就压下 相信闹腾一次 也就行了 下响同意 邱人里的处理意见 并没发表太多的看法 邱人里见 下响情绪不高 以为下响消极应对 就说 下响啊 你不要有心理负担啊 几个老人家 都会护着你的 我也相信你 总书记 也不会认为 你会胡闹啊 你就放宽心吧 好好的站好 在齐省最后一班岗 下响反倒无谓的笑了 谢谢邱书记的开导啊 我没事 我不但要站好 最后一班岗 而且 还要擦辆枪 打响再齐省最后一枪啊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邱人里见下响十分自信 以为下响没有见识过 人大选举之中 处乱子之后 所引发的严重后果 就特意为下响提到几个 不为外界所知的 选举之中出现的政治事件 下响听了 点头说道 我心中有数了 请邱书记放心 邱人里能放心的才怪呢 不提他本人 也会受到冲击 他更担心下响今后的前途 会因此次事件 而蒙上巨大的阴影 下午 会议继续进行 是新一届人大常委会的选举 还好 下午的选举 没再出现任何意外 邱人里 顺利当选为 新一届省人大主任 程再顺等人 当选为 新一届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格局和上届变化不大 也就是说 基本上 还是程再顺的班底 明天就是省长选举和闭幕式了 如果说 最初放出风声 和今天上午的意外 在对方一步步逼近的背后 意图已经一目了然了 但因为对方 借助其省庞大而复杂的 本土势力关系网 让孙习民无计可施 也让邱人里 几乎束手无策 就为下相直接敲响的警钟 更让下相明白一点 此去岭南 面临的困难 可能会比其省更严峻 不提岭南有一帮 虎视眈眈 等他前去的军中人物 就是岭南本土势力之间的团结 因为隐蔽而低调 比起其省本土势力之间的强势联合 更难对付 强势在外 漏洞就会明显 低调在内 就不容易发现突破口 事情都是有利比有弊 虽然在其省最后一班港 夏翔也经历了平生最严峻的一次大考 而且还是被迫应战 但也提升了他的耐心 历练了他的人情世故 晚上 夏翔和吴天孝 温子玄又见了一面 除了三人之外 还有一人作陪 如果让秦侃发现此人是谁的话 肯定会大吃一惊 正是何江海 何江海悄然来到鲁市 除了下想之外 几乎无人可知 何江海恭敬地坐在下手 双手微微颤抖 拿着下想递过来的一叠厚厚的材料 只看了几眼 就不敢再看 叹息一声说道 唉 老成不是食物啊 夏书记 能不能放他一马呀 程主任是人大副主任 和我平级 我可管不了他呀 放不放他一马 得中央说的算 夏乔脸色平静 平静之中 隐含着 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冷峻 秦侃现在 算是和我同一阵营啊 我虽然退下了 但总不好 背后捅秦侃一刀吧 何江海将程再顺抛到一边 又为难地说道秦侃 天作孽有可恕 自作孽不可活 古人的话 都有大智慧啊 夏乔的语气很大 但倒没有一丝波动 显然是 已经下定了决心 夏书记 何江海还是下不定决心 一脸期待地 看向了下想 江海兄 你已经退下了 现在是无关一身轻 既不是这个阵营的人 也不是那个阵营的人 是自由人 你想保全自己 想保全一帮老伙计 就做你该做的事情 我把人情卖给你 也是不想让事情闹得很不愉快 我的意思很明显 守恶必办 邪从不问 何江海脸上的冷汗流了下来 他以前一直以为下想是温文尔雅的性格 不想今天露出了辽阳的一面 不但冷峻地吓人 而且还手段很绝 不留后路 几乎让他不敢相信眼前的下想 就是以前的下想 如果你还想不好 我就将材料交给周鸿基了 下想伸手 要从何江海手中拿回材料 何江海受惊一样地将材料抱在怀中 结结巴巴地说道 我想好了 想好了 小叔姐 我来做 我一定做好 下下目光漠然 凝视得何江海片刻 忽然 目光又柔和得许多 语重心长地说道 江海兄啊 我也是念在和你不打不相识 好歹也是朋友一场的份上 要不 材料就直接交给周鸿基了 相信周鸿基恨不得立刻将棋省闹一个天翻地覆 许多老同志老领导辛辛苦苦一辈子 最后落一个一无所有的下场 我不忍心看到这种事情发生啊 再万一牵涉到你 何江海的汗水流得更多了 几乎打湿了手中的材料 他也不顾形象了 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 夏书记请放心了 我现在就是局外人 一切的出发点 都是为了齐身老领导 老同志的利益 其他问题 全部考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作者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五百一十五集 更深远的政治目的 何江海的身影 消失在夜幕之中 吴天孝和温子玄 心中的震撼 久久不去 想当年 何江海何等威风 在齐省一呼百应 是齐省本土势力 明面上的领军人物 虽然不如承载顺 暗中的势力广大 但也算是一号人物 至少表面上 威风八面 不少齐省本土势力 都对何江海 望风而败 何江海在台上之时 在下下还没有来 齐省之前 他可是 政法委书记 见公安厅长 大权在握 有势力遍布 在齐省本土势力之中 威望一时风头无两 连承载顺 也有所不及 就算下想上任 齐省之后 也是联合的 孙习民 周鸿基 并且 背靠邱人里的大树 居中侧影 充分利用何江海 和周鸿基之间的矛盾 在借势借力 才一点点的 将何江海连根拔起 何江海虽然一退到底 但他的余威还在 在齐省 还有不少追随者 再者 以何江海多年的围观经历 不至于被下想几句话就下的 汗流浃背吧 让吴天笑和温子玄内心震撼的 不仅仅是下想刚才的冷峻一面 而是 谁都猜不透 夏书记交给何江海的厚厚一叠材料之中 到底有什么东西 让何江海惧怕如此 更让吴天笑和温子玄 难以理解的是 他们几乎天天跟在夏书记身边 怎么不知道夏书记 什么时候变戏法一样 暗中整理了如此一叠材料呢 想想就让人后怕 夏书记的身不可测呀 两人都在暗中一想 仔细回忆起 在夏书记身边 并没有偷偷做过什么出格的事情 一直对夏书记忠心耿耿 才都长长的出了一口气 话又说回来 吴天笑和温子玄 也都能猜到夏书记 交给何江海的材料 大致是什么 吴天笑还好 有些事情 他亲力亲为了 温子玄却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心中对夏书的敬仰 就更是高不可盼了 夏书将身边两大清新的表情变化 尽收眼底 心思电闪之间 脸色一缓 和和一笑 最后一战了 只许胜不许败 所以 必须加大力度 不能让何江海 有任何缓和的想法 有时候 只有逼得他只能背水一战 他才能 发挥出最大的战斗力 吴天笑知道 夏书记话里话外的意思 忙说 请夏书记放心 我的工作 也一切准备就绪 我的工作 也全部安排妥当 明天就可以派上用场 温子玄也坚定地说道 好 辛苦天笑和子玄了 夏乡微一点头 或许是感觉 今后再坐在一起的机会不多了 就又说道 下到地方上 要好好锻炼自己 争取做出成绩 不管我走到哪里 都会一直关注你们的成长的 吴天笑只是默然点了点头 神色很黯然 倒是温子玄淡定地说道 夏书记 也许我的想法 有点不切实际 能不能让我 一直跟在您的身边呢 温子玄的话一出口 吴天笑就后悔了 为什么他没有勇气 说出这样的话呢 他是夏书记的秘书 又比温子玄年轻 他更应该紧跟夏书记的步伐 他才对 夏书摇头一笑 不要计较一时的得失 子玄 你和天笑的成长都在齐省 齐省情况又特殊 而且 齐省天地广阔 可发挥的空间很大 我认为 你们留在齐省 对你们个人成长 对齐省今后的发展 都是好事 我希望有一天 你们凭借自己的努力 再重新回到省委大院办公 会的 吴天笑双手紧握 神色坚定 我会努力 一定不辜负夏书记的重托 温子玄双眼模糊 他清楚 今天和夏书记之间的会面 应该是 夏书记在齐省 最后的嘱托了 唉 齐省是个好地方啊 夏书无限感慨地说道 他离开齐省在即 而且 还会以所有人 都想象不到的一种方式 心中没有伤感 也没有兴奋 无喜无悲 心静如水 相比迷雾重重的前路 齐省最后一站 也许可以一举奠定 齐省今后相当长 一段时间的安定 唉 齐省人勤劳勇敢 而且团结 齐省又是儒家思想发源地 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如果能找到一条 属于自己特有的发展道路 齐省在国内的分量 会越来越重的 所以说 你们留在齐省发展 也会是一条捷径啊 我希望你们 都发挥自己长处 扬长臂短 同时坚持原则 一切以为国为民为底线 只有拥有了正确的方向 才能走到正确的地点 我希望有一天 等我再来齐省时 你们已经身居要职 并且为国为民 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了 在人大会议闭幕之前 前一天 在一个十分寻常的冬夜 下想对温子玄和吴天孝 语重心诚 尊尊教导 对二人的成长 寄予了厚望 温子玄和吴天孝 并不知道下想今夜的教导 是下想从政以来的第一次 以往 他离开之前 只会对身边人 简单叮嘱几句 从未像今天一样 沉下心来 不但说得深刻 也说得长远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冬天 虽然是夜长天段 但夜在场 也是转眼机过 天亮了 骑省人大会 最后一天的 省长选举和闭幕时 如期来临了 上午九时许 全体领导 和与会代表到齐 除了请假三人之外 其余代表全数到齐 符合法定人数 秋人里宣布 大会正式开始 突然 意外就在众目睽睽之下 发生了 几名代表站了起来 郑重其事地 将一份提案 提交到主席台 按照规定 相关提案 应该在幕后 向主席团提交 而不是当众提交 当众提交的用意 就很明显了 就是要将事情做到明处 坐在众目睽睽之下 不让主席团 有机会将提案 扼杀在审议环节 好手段 真要真刀实枪地上阵了 人大副主任陈海峰 亲自接过提案 先是简单一看 然后一脸严肃地宣布 58名人大代表联名提出 对省长孙喜民同志的 不信任议案 要求全体会议进行表决 并提名下想同志 为省长候选人 希望本次提案 列入会议议程 在规定的时间之内 在法定人数之内 正式提出 对孙喜民的不信任议案 和对下想的提名案 时机拿捏极准 就敢在即将举行选举之前 就说明了一点 对方所要达到的目的 不仅仅是图穷匕首线 而是要一击必重 就算议案不会列入议程 也借陈海峰之口 当场宣布了出来 目的也已经达到了 就是要让孙喜民 威望受损 要让下想被黑 陈海峰不向邱仁李请示 就直接当众宣布了提案 完全是无视邱仁李权威的做法 要的就是先斩后奏的效果 毫无疑问 陈海峰是 承载顺的先锋官 一瞬间 孙喜民的脸色 极度阴沉 孙喜民也知道 他在省政府权威不够 在人大的分量 更是轻了不少 就连邱仁李 也阵不住场 何况是他的 他也设想了各种可能 认为对方的出手 最佳时机 就是在分组讨论之后 私下李向主席团提交议案 然后邱仁李出面 联合他和下相 就能在内部将议案扼杀 不想 承载顺胆大宝田 竟然鼓动若干人大代表 直接在会堂之上提交议案 提交也就算了 而陈海峰不经请示 直接当众宣布 就是明目张胆的挑衅行为 更进一步讲 何止是挑衅呢 简直就是 借齐省本土势力大阅兵之际 直接联合起来 向邱仁李 向他 向下相 发动政治攻势 再从更长远的政治目的推测 也是以承载顺为首的 齐省本土势力 对中央任命外来的省委书记 和省长 间接地表达了强烈不满 是变相地向中央权威挑战 是向中央传递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 如果齐省不恢复到以前 齐人至齐的局面 保不准中央派来的省委书记也好 省长也好 甚至是省委副书记 都将会在齐省 寸步难行 也就是下相的意外调任齐省 打破了齐省怪现象 而在后世 齐省依然是齐人至齐 几乎所有的省委常委 包括省委书记和省长 全部是齐省人 下相的蝴蝶翅膀 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历史进程 但齐省强大的惯性还在 今日之时 就是齐省本土势力 想以邱人力为首的外来者的一次 无声的宣战 也是公然违抗中央权威的一次 严重政治事件 陈海峰说完之后 他的声音在会堂之中四处回答 整个会堂一片寂静 没有一人发声 近千人的会堂 一点声音也没有 静得吓人 事态严重到了失控的边缘 更失控的事件还在后面 在沉默的片刻之后 一个最不该发言的人发言了 既不是省委书记邱仁理 也不是省长孙锡民 而是此时最应该保持沉默 并且避嫌的下想 从表面看 意外提案事件 对邱仁理的冲击最大 因为事件的发生 是邱仁理无法掌控大局的失败 从本质看 孙锡民威望受损最大 省长权威被当众质疑 前无来者 但从长远来看 受害最大的人 却是下想 下想第一句话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作者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五百一十六集 天大的笑话 慌了一般人 此时被人架到火上烤 成为焦点人物 最应该做的事情是沉默 不承认 不否认 不解释 不辩解 因为有些事情 越抹越黑 越描越显矣 而且在会场之上 怎么解释都解释不通 与其说和不说 反正没人相信 不如不说 反正时候 将事情抹平 并且向中央解释清楚即可 大会之上发生的事情 又不会对外公布 最大的影响就是 在中央领导心目中的印象 除此之外 所有政治手腕 如果不能在对手履历上抹黑一笔 就是无效的手段 归根结底 一切能够打击对手威望 让对手鸣声扫地的政治手腕 才是好手腕 所以今天的事情 虽然发生在齐省人民大会堂 其实 是在向京城的人民大会堂 传送政治信号 如果政治信号传送不过去 今天发生的一切 就是徒劳 在夏立看来 在李荣升看来 在李丁山看来 在所有和下乡关系密切 并且关心下乡的省委领导看来 今天的事情 下乡就应该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 一言不乏 摆出置身事外的态度 然后 等事后再算账 先将消息封锁 再将挑事人发落 最后 将事情扼杀在齐省之内 在长远纪 就是将幕后人物揪出 然后 算清总账 让对方付出惨痛的代价 最不明智的做法 就是当场和对方对峙 偏偏下想就采取了 最不明智的做法 不但选择了和对方当场对峙 而且 还在邱仁里 和孙习民 都没有表态之前 抢先发言 更让人不可理解的是 下想的发言 一反常态 和他以前的温和 低调 判若两人 下想不但发言了 还是站起身来发言 以便让所有人 将他看得清清楚楚 36岁的下想 坐在台上的时候 还不太显眼 他一旦站起身来 在五六十岁的老领导 老同志们衬托之下 才显示出 过人的年轻和英气 没错 下想一脸英气 一脸勇气 很镇静从容的站立 将话筒摆正 轻轻咳嗽一声 朗声说道 咳咳 感谢提名为 省长候选人的人大代表 你们眼光很高 勇气可嘉 我很感动 也很受振奋 才知道 原来我在齐省的工作 受到了人民的肯定 不止在场的众人惊呆了 就连成在顺和秦坎 也镇静了 原以为事情 会被邱仁黎吉时压下 没想到 下想还敢公然出面 并且当众解释 事情 就大大偏离了预期 成在顺和秦坎对视一眼 眼中闪过忧虑之色 但再忧虑也没用了 现在是在大庭广众之下 不能有任何小动作 成在顺还好 还自我感觉良好 认为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秦坎却心中突然突突指跳 他从未见过下想 有现在的坚定和自信 甚至可见下想整个人 都迸发光彩一样 甚至下想手弯的秦坎 心中一阵乱跳 难道 下想准备好了雷霆一击吗 秦坎猜对了一半 下想继续说道 我自认年纪还轻啊 资历不够 目前还不能胜任省长工作 对于提名我担任省长的人大代表 只能说一声谢谢了 谢谢你们的信任 更希望你们继续支持我的工作 等我真正需要你们的时候 你们再提名我 再投下宝贵的遗票 不过应该可能性不大了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下想身上 不明白下想所说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是想表达什么呢 下想被人摆了一道 不但不恼 还态度从容 似乎还很真诚地表示感谢 也是不知道其中的凶险 还是故意为之呢 就连孙喜民也是大惑不解 眼中闪过无数疑问 丘仁里想到什么 欣慰地笑了 他知道 下想的反击不是雷霆一击 而是温柔一刀 是让人直接一脚踩空的 先扬后翼的手法 算是坏到家了 不过 有点坏 有点得理不饶人的下想 才是他最喜欢的下想 丘仁里长出的一口气 目光之中再闪怒意 落在成在顺和秦坎的身上 再不出手 惩治这两个败类 他的省委书记的权威 都快扫光了 中组部已经发出调令 我已经调离其省 即将前往岭南上任 调令啊 是昨天正式签发的 今天已经生效 就是说 我今天虽然坐在主席台上 但实际上 已经不是其省省委副书记了 中组部副部长谢信财统治 今天下午会抵达鲁市 正式宣布中央的决定 轰的一声 如果说 先前下想的话 只是引言 达到了混淆视听的效果 让在座的 不明真相的党员干部 和人大代表 如坠云雾 不知所往 那么 下想以逗你玩的开头 所引出的 最具轰动效应的 最后的真相揭露 不管是冷嘲热讽的用意 还是一鸣惊人的效果 他的所有目的 都达到了 会场之上 轰然乱成一团 玩笑开大了 如果说 对孙锡民的不信任议案 还算说得过去 是一个正式提案 可以引发无数人的联想 但提名其省省委副书记下校 为省长候选人 就绝对是 一出闹剧 不但是闹剧 还是出人意料的 一出荒唐戏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提名了半天 抹黑了半天 费心了半天 结果下想同志 已经不再是 七圣三位副书记了 在他调令生效的一刻起 他实际上和其省 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提名别省干部 担任本省省长 说是胡闹 还是笑话 说是胡扯淡 更是冷笑话 说是违背宪法 不懂常识 说是一些 联名的人大代表 是政治白痴 也是活该啊 这一记耳光 不但在大庭广众之下 打得响亮 打得干脆 也打得 让人无比解气 就如三九天 出了一身臭汗 然后 冲了一个冷水澡一样 来得爽快 哗啦一身 将一身的臭汗 和嗡嗡乱叫的苍蝇 一下就冲得 干干净净 顿时让人神清气爽 打了一个时间差 并且能让中族不配合 千发调令的下降 充分利用他的政治优势 充分利用他庞大的关系网 将秦坎和程再顺 精心设计的伎俩 玩弄于鼓掌之间 翻云覆雨 让二人费尽心机 设计的一时二鸟之计 不但一脚落空 还一下子从高台之上滑落 摔得个狗肯尼还不算 还摔得满地爪牙 不错 秦坎和程再顺 面面相去 已经傻了 二人也清楚 夏向即将调离齐省 就打算用今天的事情 为夏向送行 用最后的抹黑 为夏向在齐省一刃上 画上一个大大的 黑色的句号 让夏向带着失败和沮丧 前往岭南上任 秦坎想用抹黑 为夏向送行 也是想打一个时间差 因为他收到内部消息时 夏向坚持要等两会之后 再离开齐省 没想到啊 万万没想到 夏向如此阴险 一边放风说是 两会之后再离开 一边暗中操纵 提前让中组部 签发了调令 来了一首 漂亮的满天过海 让他的图谋 全部落空不说 还成了笑话 而且还是天大的笑话 一阵短暂而热烈的轰乱之后 夏向似乎 唯恐恶心秦坎 和成在顺还不够 又说 所以啊 还请几十名信任我 支持我的人大代表 赶紧收回提案吧 要不啊 就成了天大的笑话 谢谢大家 天大的笑话一说 就是赤裸裸的讽刺 就是对秦坎 和成在顺的正面还击 就是夏向的公开宣言 谁想针对他布局 对不起 他不但要还回来 还要不留情面的 加倍还回来 很精彩的一出大戏 不但精彩 还让人应接不响 从几名代表提交一案 到陈亥峰当众宣读出来 再到夏向犀利 而沉稳的反击 其实 只不过短短 不到十分钟时间 十分钟 让成在顺和秦坎 密谋已久 并且自认万无一失的妙计 转眼复之东流 成在顺和秦坎 心中的郁闷 只想撞墙 但又不能撞 还必须得继续装 否则就成了 不打自招了 夏向说完谢谢之后 一脸和蔼的微笑 又做了回去 似乎事情已经结束 不管再有什么 节外生之的杂事 乱事和坏事 都和他无关了 孙习民心中一阵溃叹 只有一种感觉 服了 将事情精确算计到 如下想一般 天衣无缝的水平 他自叹不如 也自知没有下想一样的勇气和镇静 邱人李暗暗点头赞赏 下想今天的手法不可谓不犀利 也不可谓不精彩 但怎么说呢 他总觉得欠缺了一点什么 再仔细一想 对啊 下想是从容脱逃了 但隐患还在 孙习民还在悬空 就是说 下想是只管自己洒脱了 但整个会议 能否顺利进行下去 闭目是能否圆满 程再顺和秦坎 是否还有后手 一切还在未知之中 下想太心慈面软了 不能只管脱身 不管杀一个回马枪啊 至少 要让秦坎和程再顺 品尝到苦果才行 有些人 不打到疼 打到怕 他不知道 什么叫后悔 邱人里虽然不解 却也没有埋怨下想什么 毕竟下想没有义务和责任 替孙习民分忧 替省委分忧 他自己能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就已经大大的出乎他的意料了 邱人里没有想到的是 下想不但要自己翻身 还为秦坎和程再顺 准备了一桌子丰盛的晚餐 晚餐和丰盛 应有尽有 好吃 却不好消化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作者 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五百仪式七集 好一枚威力巨大的炸弹 会议开到现在 局面暂时僵持了 下想被提名为 省长候选人一事 算是成为笑话 直接接过了一页 大人大代表提出的 对孙习民不信任的动议 是不是列入议程 是不是 由主席团 先行讨论 此时 还没有一个结论出来 其实明摆着 不会列入议程 更不会上会讨论 当面闹一下可以 但真要闹大了 事情就麻烦了 谁也承担不了 严重的政治后果 成再顺和秦坎的用意 在邱人里看来 无非就是 想恶心恶心孙习民 抹黑一下下想 然后就此接过 现在抹黑下想的目的 已经落空 恶心孙习民的初步效果 已经达到 下一步 直接将人大代表议案压下 来一个延后处理 就过关了 邱人里知道 此时不能再让 成再顺等人掌握主动了 他就抢先发言说道 下面啊 休息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后 继续开会 来了一首中场修会 邱人里的想法是 对孙习民的不信任意案 幕后解决 不能再在大庭广众之下 闹笑话了 邱人里既然宣布了修会 成再顺 也不可能直接叫庭修会 只好和秦坎 以及几名副主任 交流了一下眼神 然后跟随邱人里 孙习民等 主要省委领导 来到会议室 邱人里怒气冲冲 等人到齐之后 啪的一声 一排桌子 成何体统 吓胡闹 完全是政治效果 提案的人大代表 是谁负责的骗区啊 事先 省委内部将全省 按地位方位 划翻了骗区 每个常委负责一骗 就是采取的 责任盗人的防范措施 不想还是出事了 邱人里的话已出口 成在身的目光 就有意无意地 落在孙习民的身上 邱人里的心一沉 难道是 果然 孙习民一脸无奈 邱叔姐 是我负责的骗区 是我的工作 做得不到位啊 我要做自我批评 做自我批评 有什么用呢 邱人里暗叹一声 对方可真是 精心算计 竟然让孙习民 负责的骗区出问题 让孙习民 有口难言 诚然 孙习民和基层人大代表 别说熟悉了 连认识都谈不上 所谓负责 不过是 拿他的省长权威 来压人一头 以便借助省长光环 来进行沟通 事实证明 孙习民的省长光环 不但没有起到正面作用 反而反向地 为他自己设置的工作 不利的陷阱 自己负责的骗区 提交对自己的不信任议案 孙习民 还有何话要说呢 真的是无话可说呀 邱人里只好委婉地 批评孙习民几句 当着众人的面 不说不行 说中了也不行 只能点到为止 随后又说 提案的事情啊 等大会结束之后 再调查清楚 现在的问题 必须防止事态进一步发展 今天是最后一天 下午就是闭幕式 要把顺利闭幕 当成一项严峻的政治任务对待 再出现类似不正常的提案 发现一个处理一个 绝不手软 不但要处理当事人 还要处理负责骗区的相关责任人 如果事情再闹大的话 我亲自向中央说明情况 邱人里目光如电 从每一个人身上扫过 他是真的动了怒气 我想明确地提醒一下 如果谁想借人大召开的机会 暗中闹事 就趁早收回心思 就算事情闹到再大 中央也不会承认 一小撮人的私下窜联的 舞弊选举行为 而且 不但会彻职查办 还会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邱人里的语气 是前所未有的严厉 并且说了狠话 也将事情上升到政治高度 甚至不惜以亲自向中央请命为由 暗示他会出面到中央领导 直接反映问题 言外之意自然是 影射幕后推手 不要以为折腾出事情 不需要付出代价 恰恰相反 不但不可能在选举期间得逞 事后还会落一个 一无所获的下场 并且在政治上失去前进的空间 不过邱人里也知道 既然秦坎和程再顺 敢这么做 就有孤注一掷的勇气 不管他们是基于什么出发点 是鱼死网破 还是还有后手 他都清楚 他的警告 不会起到太大的作用 毕竟事情已经发生了 毕竟对方已经运作了足够的时间 只能说 他进到一个省委书记的本分罢了 邱人里说完 孙习民 冯仁龙 秦坎 周鸿基 纷纷表态 其他常委也一一表态 表示 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 坚定地和省委保持一致 与会人员 包括人大几名副主任 也都表态支持 按照顺序 孙习民表态之后 应该是夏祥表态 夏祥却等到最后才表了态 调令已经生效 我现在 已经不是齐省人了 但我还是对邱书记的指示 表示坚定支持 另外啊 我还有一个请求 请邱书记批准 下午的会议 我就不参加了 要去机场接一下谢部长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邱人李眼皮一跳 谢信财来的可真是时候啊 巧得不能再巧了 就不能早一天 或者晚一天来吗 怎么 非要赶在闭幕室时来呢 难道有什么玄机吗 夏祥的调令 虽然已经生效 但在谢信财 没有正式宣布之前 依然可以以 齐省省委副书记的身份 继续工作 到最后一刻 却偏偏和谢信财 联手演了一出好戏 邱人李 就几乎可以肯定 其中必有内情 好 你就代表省委 去迎接一下谢部长吧 我要出席闭幕室 就走不开了 替我向谢部长问好啊 邱人李既为多问 也为多说 直接答应了 秦坎疑惑的目光 特意在夏祥身上停留几秒钟 又立刻收回 他也十分不解 夏祥怎么在关键时候 临阵脱逃 到底是 在其上无事一身轻 还是 另有谋算 夏祥 始终是秦坎 最低防的一人 所以 他一定要将夏祥 拉下水 好让夏祥 无暇多管闲事 也是为了抱他数次被夏祥 坏了好事之仇 尽管针对夏祥计划惨败 但秦坎并不气馁 因为他只是 想拖夏祥下水 主要针对的目标 并不是夏祥 还是孙西民 夏祥跑了并不要紧 只要孙西民还在就行 程再算也是十分不解 夏祥不坚持到最后一刻 是何用意呢 心中隐隐的 有一种不好的感觉 到底不好在哪里 却又说不出来 休会半个小时之后 重新开会 一开会 邱仁里就郑重宣布 对孙西民同志的不信任动议 不列入大会议程 不予讨论 如果是正常情况之下 邱仁里一锤定音 事情就会就此结果 无人敢再冒犯省委书记权威 再提什么 复合时宜的体案 不料也是怪了 今天就是 齐省本土势力大检阅 就是明目张胆 要向邱仁里的权威说不 就是一而再 再而三的 借攻击孙西民之名 行向中央叫板之实 邱仁里也清楚 在对方攻击孙西民 抹黑下想的背后 不仅仅是 程再顺 和秦坎的一次联手行动 那么简单 背后隐含着 不为人所知的巨大内幕 是齐省本土势力 在一支巨手支持之下 对中央调换齐省省委书记 和省长的公开对抗 是想重回 齐人至齐的局面 齐省本土势力的强大问题 由来已久 中央几次想任命外来省委书记 和省长 都在初期阶段 就受到齐省本土势力的抵触 甚至 私下的动作不断 制造了不少事端 来对抗任命 出于种种考虑 中央几次任命 都没有最终落实 由此可见 齐省问题之严重 丘仁里和孙西民 之所以先后空降齐省成功 背后也是一番 惊心动魄的较量的结果 当二人到任之后 勉强维持几年平和的局面 齐省本土势力 又在个别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之下 现在又想拿孙西民开刀 借抹黑下相 狙击丘仁里 一举树他的情形之下 再向中央传递 齐省本土势力的诉求 齐省本土势力 十分庞大 有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 和能力 丘仁里很清楚 对方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所以心中 也是担心会有进一步的行动 如果事情再闹下去 绝对会在他的履历上 写上极不光彩的一笔 但事到临头 职务所在 就是责任所在 即使知道对方也许会贼心不死 他也要 硬着头皮顶上 下相已经从容脱身了 好 他就可以轻装上阵 不用事事顾忌到 对下相前途的影响 邱仁里逐一极定 目光落在孙西民的身上 心中闪过一丝遗憾 习民同志 万一再有不可控事态发生 对不起 如果对方的攻击目标还是你 就只能让你受委屈了 邱仁里刚刚宣布完毕 下面就乱成了一团 也不知道 是哪个地势的代表闹了矛盾 先是互相敌视 然后吵嘴 再后竟然推散成一团 差点打起来 打闹还是小事 几个代表碰头小声说的几句 似乎达成了什么共识 派出两人上前 快步走到主席台 再次向主席台提交了议案 议案没有落在孙西民的手中 也没有落在陈再顺和陈害峰的手中 落在人大副主任 杨松达的手中 杨松达接过议案 没有和陈害峰一样当众宣布 而是越过陈害峰和陈再顺 直接递到了邱仁里的手中 简直是胡闹台啊 还没完没了吗 邱仁里正要发作 接过议案一看 不由愣住了 上面密密麻麻的 有上百人签名 联名提名秦坎 为省长候选人 邱仁里心中大跳 好一枚威力巨大的炸弹呀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作者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518集 冲击波 薄薄的几叶纸 此时在邱仁里的手中 分量集中 只不过 邱仁里并没有立刻有所动作 而是 将手中一样轻轻放下 用征求的目光 看向了孙西民 事关重大 他不能像程载顺一样 不管不顾的 就直接抛出炸弹 因为炸弹 虽然威力惊人 却还是会伤到孙西民 如果由他亲自引爆 虽然伤敌 但同时 也波及了孙西民的话 孙西民是否有怨言 先不用说 肯定会让中央 对他有所看法 若是传出省委书记 打压省长的传闻 对他的名声 极为不利 邱仁里身为七省第一人 必须适时考虑全面 孙西民猜到什么 目光落在议案上 迟一片刻 还是伸出手来 邱仁里健壮 就悄然递了过去 难体 现在落到孙西民的脚下 其实邱仁里并不知道 此时孙西民的心情 是何等的悲愤和无奈 孙西民从政以来 诸实不顺 未出京城之前还好 自从出京之后 在地方上处处受挫 尤其是阉省一任 背了一个天大的黑锅 回京停职休养期间 他成了孝兵 虽然每日悠闲 不是散步 就是在图书馆读书 但他内心的煎熬和折磨 谁能体会 在燕省省长位上 引咎辞职之后 他曾经失眠了大半年之久 头发也掉了许多 整个人瘦了十几斤 身心疲惫 万念俱灰 真想从此完全退出 官场的是非之地 只是心中 总有一丝不甘 他在燕省任上 并非因为自身能力 而是因为时运不济 他总希望着 终有一日 可以重返地方 利用自己的才能 为国为民 真正做些实事 也不枉为官一场 因为他自己 在燕省的败奏证明 但是 齐省一任 让孙习民 更加心力交瘁 不管是从一开始的 平民一息的 拉拢和许诺 因为延夜问题 让他再和下相 再次对抗 还是因为 随着延夜问题的尘埃落定 他才发现 被人闪了腰 再到秦坎开始 和毒舌一样的 对他紧咬不放 而秦坎的背后 支持力度最大的一方 还是平民势力 就让孙习民悲从中来 他从出来齐省之时的 热血沸腾 一心未泯 到现在 满目凄凉 身心俱疲 已经无力再抗争下去了 尤其是 当他知道 衙内和秦坎 承载顺走近 并且还坐在一起 把酒言欢 而此时秦坎 承载顺 和他之间的较量 正在如火如土 衙内岂能不止呢 明明知道 却依然和对手坐在一起 到底委员长 是何用意呢 到底委员长在背后 又和平民一戏 达成了什么共识呢 到底他在齐省 是怎样一个尴尬的位置呢 孙习民不想再深想下去 也不愿再去揣摩 衙内在整个事件背后 起到什么正面 或者反面的作用 他只是知道 对齐省也好 对委员长也好 他已经无所亏欠了 齐省一任 他问心无愧 并且不想再受任何人的摆布了 唯一在齐省一任之上 亏欠的人 是下想 是的 是他曾经在阎省 拉拢不成 转而敌视的下想 也是他在齐省 一直敌对 却偏偏对他帮助 最多的下想 可以说 下想是孙习民 在齐省期间 最应该感谢的人 也是改变孙习民最多的人 正是因为下想的原则性 和公正性 才让孙习民看到了希望 也让他的心中 更加坚定了信念 在人大会议期间 孙习民提心吊胆 夜夜失眠 接连被当成目标攻击 他何其无辜 又何其无奈 他自认 没有得罪秦坎和承载顺 为何二人 如疯狗一样的 对他咬住不放呢 难道仅仅是因为 他现在后台示威 他为人低调 他好欺负 孙习民除了愤怒之外 更有悲愤和难过 他算是看透了 是非不断的观察 也在心里焦脆之际 突然萌生了 不可抑制的一个念头 其实 这个念头在他心中 由来已久了 只不过今天是 前所未有的强烈 当他从丘仁里手中 拿过议案的时候 心中的念头 更是强烈到 无法停止的地步 提名秦坎 为省长候选人 而且还是 一百多名人大代表 连名提名 再将目光投向台下 心中更加如明镜一样 提名秦坎 为省长候选人的人大代表 全部来自秦坎 和城在顺分管的片区 孙习民一瞬间完全明白了 以其人之道 还施其人之身 下想还手了 不但还手 还手段犀利 更高秦坎的守法一筹 秦坎提名下想 却被下想 用瞒天过海的计策 从容脱身 所谓 来而不往非离也 随后就立刻有 来自秦坎和 城在顺片区的人大代表 提名秦坎 为省长候选人 名是闹剧 其实 暗藏致命的杀招 提名下想的人大代表 并不集中 而且只有几十人 而提名秦坎的人大代表 不但集中 且全部来自秦坎 和城在顺分管的片区 是不是秦坎幕后指使 已经无关紧要 重要的是 所有的人 是的 所有的人 包括中央领导 都会认为是秦坎自导自演的一出大戏 而且提名下想的人大代表 只有几十人 而提名秦坎的人大代表 足足有上百人之多 如此一来 秦坎秦富省长 还真是 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呀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孙习民的手在微微颤抖 几页指在他手中 重于前进 因为他很明白 下想不再参加大会 借口去接谢信财 就是想要置身事外 就是要向外界表明 他本人和提名秦坎的事件 毫无关系 孙习民也百分之百相信 不管下想和提名事件 有没有关系 肯定会摘得一干二净 不会让人查到蛛丝马迹 他相信 下想的能力和手腕 更相信 此举会对秦坎 和成再顺 造成重创 同时 孙习民更清楚 下想沉默的背后 是无言的默契 他颤抖 不是担心事情会进一步闹大 而是担心事情闹不大 更是因为 他终于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 要借下想的东风 由他亲自来引爆 这枚威力无比的炸弹 孙习民做出一个 令无数人为之震惊 并且为下想的计划 做出最完美注脚的决定 正是因为孙习民的决定 引发了其省一场波及极广的政治风波 孙习民将议案拿在手中 清了清嗓子 向秋人李威仪点头 开始发言 同志们 刚刚有130名人大代表 联名提名秦坎同志 为省长候选人 话一出口 会唱一片轰然之声 刚才的议案 未经程再顺和陈亥峰之手 直接到了秋人李的手中 程再顺并不知道内容是什么 陈亥峰不知道 秦坎就更不知道了 孙习民毫不避讳 直接当众宣布出来 带来的震撼和冲击 比宣布提名下响为省长候选人时 威力大多了 下响的提名 先前有过传闻 而且又因为下响是省委副书记 和孙习民之间 并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 再加上下响年轻 是以关于下响的提名 虽然让人震惊 但多数人 只当是闹剧和政治陷害 秦坎则不同了 他是常务副省长 是离省长最近的副省长 也是最能威胁省长之位的副省长 更是和省长 最有直接利益冲突的副省长 他的提名 等于是毫不掩饰的 副省长向省长逼宫的意图 事情真的闹大了 不但承载顺震惊的目瞪口呆 事情完全失控 完全没有这一出 秦坎更是惊得差点跳了起来 怎么会这样呢 怎么会有人提名他 开什么国际玩笑呢 不管是国际玩笑 还是美国玩笑 反正玩笑已经开了 不对 不是玩笑 是严重的政治事件 秦坎傻了 秦坎和程再顺 最大的倚仗就是 自认对省人大代表的 控制力度 比邱仁里 孙习民都强上无数倍 就连下想 也是无法相比 所以人大会议期间 才是他和程再顺的主战场 也是他和程再顺 唯一可以打一场胜仗的地方 怎么就失控了呢 怎么就有130名人大代表 联名提名他为 省长候选人 这不是提名他呀 是把他向火坑里推 因为他不是下想 因为他是常务副省长 是离省长位置 最近的副省长 秦坎的大脑 一瞬间停止地转动 不知道事件背后 到底发生了什么 130名人大代表 相当于全部人大代表 近七分之一 一个常务副省长 能鼓动七分之一的人大代表 提名他为省长候选人 中央领导会怎么看他呢 下面的人 又会怎么议论他呢 秦坎的感觉就是 走到风和日丽的天空之下 突然就一道闪电 从天而降 正中脑门 将他当场披晕 程再生也是一时之间 失去了思维能力 才搬起石头 砸向孙锡明和下相一下 不料才过了没多久 就又有一场巨石飞来 直接就砸在他的后腰之上 几乎将他的老腰砸断 怎么会呢 怎么不会呢 孙锡明目光坚定 冷冷看了一眼 不知所措的秦坎和程再顺 起身离开主席台 快步来到中央发言席 不虚不及地说道 我在担任七省生长期间 在工作中 确实存在着许多事物 有负党中央的重托 辜负了省委信任 亏对七省百姓的厚爱 秦坎同志有能力 我认为他能胜任省长工作 对于提名他为省长候选人 我由衷地感到高兴 孙锡明要说什么呢 丘仁立心中一机灵 下招了 在此 我郑重宣布 辞去七省省长职务 提名秦坎同志 为省长候选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官神 作者何常在 演播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519集 见证一个历史时刻 孙锡明的话 声音并不大 也不是置地有声的坚定 就如他平常讲话一样 温吞 不徐不及 一字一句地 从他嘴中说出 经扩音器放大之后 回想在会堂之中 声音不大 却如平地惊雷 不 比平地惊雷 更让人震惊 更让人难以置信 求人力震惊地 一下站了起来 由于动作过猛 一下子 将桌上的水杯 和资料带翻 水杯打了一个转 掉在地上 啪的一声 摔个粉碎 资料从桌子上滑落 飘散了一地 甚至还有几张 被空调吹到了台下 孙锡明怎么了 他是大闹缺氧了 还是气糊涂了 怎么能当众宣布辞职呢 省长辞职是天大的事情 在未经中央批准之前 一名省长是没有权利 直接向省人大常委会辞职的 孙锡明不会不懂政治 他也不是意识契机 说气话 因为在公众场合 在人大全体会议的会场 当众说出辞职 是非常严重的政治事件 不是玩笑 不是胡闹 而是 必须要承担 真正后果的言论 不止丘仁丽京儿起身 秦坎 冯仁龙 周鸿基 以及李丁山 李荣升等 一看省为主要领导 也都震惊地目瞪口呆 都一起起身 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 太意外了 在国内政治生活中 还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事件 如果孙锡明 已经经中央批准辞职 那么事先会拟好接任人选 在人大会议召开之前 就会已经通过了政治局的讨论和任命 但人人知道 齐省省政府关系 按照既定章程 孙锡明依然是省长职务 基本上 政府班子 还是原套人马 所以不管是出现 对孙锡明的不信任议案 不管是提名下向 为省长候选人 还是提名情侃 所有人都心里有数 不过是闹剧罢了 不过是 向中央传达政治信号的手法 并非是真要逼孙锡明下台 再说了 虽然齐省本土势力 十分的庞大 相信最后选举的结果 还是孙锡明当选 闹归闹 谁也不敢最后闹大成群体事件呢 真要闹成人大会议上的人大代表群体事件 就闹大法了 就算一时得逞 中央震怒之下 不但不会妥协 还会一点点的将幕后的势力荡平 所有人都认为 事情最严重的后果就是 在邱仁里和孙锡明震怒之下 强行推动表决 然后孙锡明当选 然后事情到此结束 跳梁小丑的表演也到此结束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没想到啊 万万没有想到 事情会演变成现在的样子 竟然是现任省长孙锡明 当众宣布辞职 国内的官场制度 上去容易下来难呀 更深入的讲 就是你费尽心机上去着 那时候忽然不想干了 想下来也不容易呀 因为你想上去 不由你 想下来也不由你呀 孙锡明是省长 一省之长 会在中央每一个巨头心中挂号 一个省长想辞职 至少要一半以上的巨头点头 孙锡明今天宣布辞职 是不是事先向中央打了报告 可以肯定地说 没有 再退一步讲 他如果打了辞职报告 中央会不会批准 可以肯定地说 不会 事情就这样突如其来地发生了 孙锡明表情平和 眼神坚定 绝非在开玩笑 也不是盛怒之下的气话 在宣布完决定之后 迎着邱人里等人惊恶的目光 深情地说道 邱书记 各位同事 我可以对你们 对我的信任和贺外 在担任七省省长期间 包括邱书记在内的省委班子 给予了我太多的帮助 同时 热情善良的七省人民 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我不得不遗憾地宣布 出于本人身体原因 我正是向中央提出 辞职省长一职 恳请各位代表 批准我的辞职 谢谢大家 孙锡明的话中 有真实的部分 也有言不由衷的客套之言 但他显然动了感情 眼角微微湿润 神色微微动容 语气也低沉了下来 我在七省时间虽然不长啊 但对七省印象非常深刻 其实就我个人意愿来讲 还想在工作岗位上 在位党的事业 多做一些事情 但各方面的条件 真的不允许了 虽然这些年 大家很累 很忙 但是忙也是一个机遇啊 过了点啊 想忙也没有机会了 所以 我只送给大家一句话 一定要抓住生命的大好时机 行事的大好时机 多做一些 有价值的事情啊 我的话说完了 再次谢谢大家 孙锡明在台上身居一躬 一瞬间 他的脸色苍白而沧桑 也不知想起了什么 紧抿着嘴唇 强忍着 不让眼泪滴落 抬头仰望天花板 久久无语 会场之下 一时静默 静默的 没有一丝声响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或许孙锡明借机提出辞职 并非一时心血来潮 而是充盈在内心 一致激荡的信念 又或许 孙锡明此时感慨万千 是对一些人失望 又或是 对一些事物失望 总之 他真情的告白 感情的真实流露 以及他久久无语凝望的姿态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一直定格在 在场每一个人的心中 孙锡明过于投入的动情演说 一时感染了在场人大代表 让许多人一时走神 忽视着孙锡明辞职背后的 深远影响 是的 不但影响深远 而且对其省政治格局 将会带来难以顾忌的 巨大冲击 过了不知许久 邱仁里率先鼓掌 邱仁里掌声一起 雷鸣般的掌声 就如潮水一样 爆发出来 在掌声雷动之下 邱仁里扔下承载顺 要他严格封锁消息 做好人大代表的工作 然后他和省委几名主要领导 匆匆离去 不管怎样 邱仁里虽然猜测 孙锡明可能心意已决 但事态严重 他必须请示中央 到了后面的会议时 邱仁里也不顾礼节了 一把将孙锡明 按在椅子上 锡明啊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孙锡明面对 将他围得水泄不通的 一帮省委领导 邱仁里 冯仁龙 周鸿基 李丁山 李荣生 廖德义 李同等人 他的目光 从每一个人脸上扫过 大概过了一分钟之久 他才慢慢地开了口 唉 身体大不如从前了 革命工作固然重要 可以不能为了革命工作 连命也不要了 请中央和省委批准我的辞职 请邱书记 原谅我没有事先向省委说明情况 邱仁里见孙锡明不肯说实话 也没强求 就说 我要向中央汇报一下 我一起啊 孙锡明紧跟邱仁里的身后 到另外的办公室去了 李丁山坐在一边 也想了许多 从下想的离去 人大代表 联名提名秦坎 再到孙锡明的突然辞职 一系列事情 令人眼花缭乱 一出接一出 紧张地让人喘不过气来 他很清楚 围绕着人大会议之上 刀光剑影的政治斗争 完全是齐省本土势力 主动发起的一次 针对中央权威的挑战 幸好下想及时脱身了 是让他最欣慰的一点 下想总能有神来之笔 不但顺利脱尾 还直接还了对方一道 不过 让他微微遗憾的是 下想是没事了 但闹事的秦坎 没有受到惩治 让他还是十分恼火 秦坎是一个火力巨大的枪 不彻底将秦坎打残 他还会继续开枪伤人 正当李定山痛恨家无奈之际 就突然出现了 提名秦坎为 省长候选人的事件 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 肯定是下想的手柄 好 太好了 下想出手了 不料 没等他深思其中内情和玄机之处 孙习民就顺势宣布了辞职一事 直接就将他震惊当场 事情太突然了 突然的没有一点征兆啊 李定山随后 立刻深入分析的形式 如果说下想反手 以牙还牙 来一出提名闹剧 让秦坎起鼓南下 并且鸣声扫地 那么孙习民的辞职 是不是为了配合下想的手段 打出的一张悲情牌呢 目的就是让中央明白 齐省的问题 已经到了不下众手惩治 就可能失控的地步了 望着孙习民消失在门口的背影 李定山更坚定了他的猜测 下想和孙习民之间 有默契 李定山猜对了三分之一 在一间私密的办公室中 邱仁里和孙习民 紧急向中央汇报了突发事件 总书记震惊了 委员长震惊了 总理也震惊了 几分钟后 传来中央只是精神 暂不同意孙习民辞职 齐省人大会议 延后一天闭幕 孙习民不许再发布任何 有关辞职的言论 齐省尚未全体干部 等候中央进一步指示精神 事关重大 总书记亲自坐镇 召开了紧急会议 研究齐省重大变故 随后 邱仁里郑仲宣布 暂时休会半天 延后一天召开闭幕式 并将事件上升到政治高度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 对外透露消息 违者 党计处理 再后 立刻通知正在机场接人的下响 让他第一时间赶回省委 参加紧急会议 下响在机场上 刚刚接上泄信财 在得知意外变故之后 先是已惊 随后不慌不忙地 拨出一个电话 打给了吴老爷子 在和吴老爷子通话半分钟之后 下响放下电话 对谢信财说道 谢部长 骑生要有大变了 您这次来 是恰风起始啊 将会见证一个历史时刻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作者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五百二十集 幕后种种 孙习民的决定 下响初听震惊 随后一想 又释然了 仔细一想 在七声期间 孙习民浮浮沉沉 始终没能掌握主动 又在摇摆之中 曾经走过一段弯路 实际上 在上次和孙习民会面之时 孙习民就说了几句心里话 下响当时就听了出来 孙习民心累了 不夸张地说 在七省一干省委领导之中 最了解孙习民的人 不是邱仁领 也不是周鸿基 而是下响 下响对孙习民了解之深 远超孙习民和所有人的想象 后世的下响 虽然不在观察 但他对国内唯一一名 两次在正部级任上 被迫辞职的孙习民 可谓印象十分深刻 甚至还找来许多资料 研究孙习民的经历和为人 那时的下响 并不懂政治 对孙习民两次丢官的经历 用好笑和活该来形容 但现在 当他切身体会到 孙习民在官场之中 浮沉和无奈之时 体会到孙习民的抗争 徘徊和无助之后 在孙习民悲怆地 在人大会议之上 发出破天荒的一声辞职的呐喊 下响的心中 涌动的不是轻松 也不是由此可以带来对情侃致命一击的喜悦 而是沉痛 沉甸甸的沉痛 政治不是一场好玩的游戏 要付出全部的精力 甚至是生命的代价 为国为民 不是一句豪言壮语 要左右逢远 要开山铺路 要克服重重困难 抵挡形形色色的诱惑 或许 才能做到一点 一个真正的 有良知的官员 想要在现行政治体制之下 做出一点实事 难度之高 非官场中人无法想象 孙习民当众发出的 震聋发聩的辞职 是辞职 也是不甘的抗争 他失望了 对秦坎和成在顺之流 为了一己之私 操作人大选举的行径 失望了 对他身后的势力失望了 大而言之 他对整个官场 失望了 国内官员之中 能够做到省长位置者 都是人中龙凤 绝对一等一的人才 从最初的触级干部 一路过关斩将 能一步步登上省长高位 放眼天下 万人之中不出其一 况且以孙习民的年龄 即使以后进不了政治局 担任一届省委书记 也绰绰有余 但他还是毅然决然的 当众宣布辞职 不是头脑一热 也不是拿政治前途当赌注 要和秦坎拼个你死我活 他是真的 心生退役了 其省中人 只有下降一人 才中孙习民的内心 京城方面 中央领导之中 几乎无人想通 孙习民肝冒巨大的政治风险 以辞职相要挟的背后 到底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政治目的呢 在和谢信财前往省委途中 听完下降讲述的一切 谢信财无奈摇头道 唉 哪里是恰逢七十啊 我是一头撞上了 以齐省现在的情形啊 谁也不想现在在齐省多待一刻呀 谢信财说的是真心话 中组部的官员 向来是报喜不报忧 直到任命下发之后 他们威风扒面的 下去宣布就行了 是一项轻松 而又落人情的好差事 但眼下 齐省风云动荡 人事巨变 他身为中组部副部长 表态不合适 不表态也不合适 他是在错误的时间 来到正确的地点 何其无辜啊 要不是下想任命事宜 何必惊动他出境呢 谢信财自认倒霉 但心中还是找回了平衡 有下想在齐省照应 相信不会让他太难做了 说不定也是一个重大机遇 也未可知啊 到了省委 省委已经乱成了一团 省长当众宣布辞职 并且事先未经中央批准 是国内政治生活之中的大事件 是齐省破天荒的第一次 也是国内官场之上的第一例 事情出在齐省 齐省不乱 就不正常了 夏小一现身 就被树人围在中间 七嘴八舌地向他汇报事情经过 其中不但有下级 还有同级的常委 就连堂堂的中组部副部长谢信财 也被挤到一边 此时天下第一步的光环 夜已失效 谢信财非但没有生气 反而饶有兴趣地看着夏想 心中忽然闪过一个不该有的念头 别说 夏想此刻被众人簇拥成为中心 他在齐省 虽然只是省委副书记 却有着和省长 甚至省委书记并肩的威望 俨然已经是省委的核心 吴部长果然没有看错人了 夏想大有可为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如果说 孙喜民是以省长高位 主动请辞的第一人 那么也可以说 夏想是以副省级别 却能成为省委核心人物的第一人 省委义干人 已经全部从齐省人民大会堂撤离 在邱人礼的主持下 紧急召开常委会议 夏想的调令 虽然已经生效 但在谢信财 没有正式宣布之前 他可去可留 现今遇到突发事件 他就必须再以省委副书记的身份 最后出席一次常委会了 谢信财其实作为中组部副部长 又恰恰赶上孙喜民辞职一事 理应出席省委常委会 但他本着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 在和夏想短暂商议之后 决定避险 说是避险 还是怕惹事上身 想想认同谢信财的想法 不过还是提醒了一句 谢部长 我建议 您和吴部长通个电话 详细地汇报一下 齐省的事情 谢信财有点为难地说道 现在吴部长 肯定正在开会 打扰他 不太好吧 夏想岂能不知谢信财 置身事外的心思 又说 如果吴部长 从谢部长这里 详细了解到 齐省事态的进展 并且反馈给中央领导 好让中央领导 做出更符合 齐省现状的决策 谢部长来齐省一趟 就收获更大了 谢信财在中组部多年 形势比较谨慎 也可以理解 毕竟中组部 不比其他部位 是事关天下干部升迁的力部 都要学会慎言慎行 慎言慎行久了 就让人显得十分官僚了 人一官僚 考虑事情的出发点 就是一切 为稳定为最大 稳定稳定 说难听点 就是 柴东墙补西墙 就是霍西你 瞎想的话 却一下切中 谢信财的要害 他一下想通了什么 又急切地笑了 对对对 还是夏书记考虑的周全 我现在就向吴部长汇报一下 夏乡微微一笑 迈步走近的会议室 夏乡出现在会议室的一刻 包括丘仁李在内 所有人的目光 都一下集中在他的身上 作为一名省委副书记 作为已经调离岐省的 省委副书记 作为岐省第三号任务 在遭遇重大突发事件之时 却被岐省一干常委 视为仅次于丘仁李的主心骨 不 甚至个别人认为 能解决孙熙明事件者 为夏乡一人而已 夏乡在岐省一任 是非功过 无需评说 不但众人目光齐齐射来 丘仁李甚至还起身相迎 丘仁李起身 包括孙熙明在内 所有人都站了起来 盛大而荣耀的礼遇 全体省委领导的相迎 足以证明夏乡 在齐省任上 一颗公心 以及他始终坚持的原则 为他赢得的尊重 石穷节乃线 危险出英雄 夏乡抱拳致义 来吃一步 各位领导 抱歉抱歉 夏乡抱拳 众人却抱以热烈的掌声 欢迎的是夏乡 欢送的也是夏乡 掌声之中 有期待 也有不舍 只有秦坎目光阴沉 死死地盯着夏乡 稳健的步伐 他知道 事态演变成现在的样子 他已经无路可退 无处可逃了 不管孙熙明是真想辞职 还是演戏 孙熙明一闹 中央震怒 再加上 夏乡背后的 一眼还眼的提名闹剧 不但鼓动了一百三十多名 人大代表联名提名 还全部来自他所管辖的片区 是不是他幕后指使 已经并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孙熙明顺势而动 在夏乡开出第一枪之后 当机立断 点燃了导火索 引爆了一枚 威力巨大的炸弹 孙熙明的做法 是同归于尽的做法 不惜炸伤自己 也要将他炸死 如果目光能够喷火 此时的夏乡 已经被秦坎的怒火 烧死了一百遍了 只可惜 秦坎的眼睛瞪得再大 再圆 也奈何不了夏乡半分 更让秦坎无可奈何的是 夏乡的座位 还在他的上手 夏乡轻描淡写地 看了秦坎一眼 眼中似乎就没有 秦坎的存在一样 静止坐在孙熙明的下手 夏乡入座之后 会议正式开始 其实现在开会 只有象征意义 并无实际意义 省长辞职 决定权在中央手中 省委听命行事就可以了 只不过 哪怕只有一点象征意义 也必须开会研究啊 今天的事情很突然啊 事态很严重 我要求在座同志 从大局出发 管好自己的眼睛和嘴巴 站好队 不要在关键时刻 当靠不住的人呢 邱人里的语气非常严厉 目光又落在孙熙明的身上 我希望西民同志 收回辞职的决定 齐省需要你啊 孙熙明看了邱人里一眼 又回身 意味深长地看了下相一眼 沉稳有力地说道 今天 当着邱书记 夏书记 和全体省委同事的面 我说一句真心话吧 在人大会议上的辞职 不是我一时心血来潮 是我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 而且 提名秦侃同志为省长候选人 也是多方比较之后 得出最符合 其省现状的提名啊 秦侃再次震惊的 不知所以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